读一则成语 小朋友们,大家好!老师好! 首先,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上一堂课,我们所学的成语,七上八下 七上八下,它形容的是心里慌乱不安,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下面的这张图片,小爱,你能不能用七上八下来造个句呢? 这个小朋友要离开家了,所以他心里七上八下 非常好,他为什么要七上八下呢? 是因为他当初在家里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有父母来想着,帮着他办着 自己一个人出门在外才知道不容易 所以说,我们在家里的时候一定要感谢爸妈 阿蒙,你能不能用七上八下给下面的这个图片造个句呢? 嗯,就是那个想要作弊的小男生嘛,他心里就是七上八下 没错,他怕他自己的作弊行为被老师发现,对吧? 那,如何避免这种七上八下的作弊行为呢? 嗯,就是不要考试嘛 哪是不要考试啊?而是说,考试不要作弊,平时好好学习阿蒙 嗯,那是说得对 这堂课我们要学的成语是人来人往 人来人往 来它的意思是走过来,往它的意思是走过去 人来人往形容的是人来来往往连续不断的样子 比如说,这张图片,瞧,中间的那个小提琴手正在人来人往的地方在拉小提琴 那,接下来的这个动画呢? 呵,这在斑马线上,人行路上,有这么多的人,在人来人往,川流不息,非常热闹 谁能告诉我们,这张图片展现的是哪个地方的场景呢? 嗯,这个是飞机场的后机室 非常对,小爱 飞机场的后机室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 但是呢,每个人都保持低声的状态,非常肃静,非常安静 来,小朋友们,再跟我一起念一遍 人来人往 人来人往 你们谁能用人来人往来造个句呢? 老师,我知道 小爱,你试试看 嗯,山场里,总是人来人往 没错,你说得非常对,阿萌,该你了 嗯,周俊呢,那公公厕所就是人来人往 嗯,周俊呢,那公公厕所就是人来人往